Google这家公司设计出来的 那它主要最早的设计的目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它可以跟云端做连接 那那个云端主要是在哪边呢 在你的那个开启Google的浏览器 它的或者你Google的首页一样 打开那个它的那个 Google首页的那个右上角 会有那个好几个方格 这个地方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有什么云端硬碟 有相片 有地图 YouTube 还有搜寻翻译 Play商店 Gmail 形式力 Google Plus 那其实这些东西 除了可以在电脑里面用之外 你也可以在手机里面用 手机里面呢 也有完全对应的一个APP出来 也就是说 你在这边可以用之外 你离开电脑 一样可以连接到云端 那它的构想就是说 反正所有东西 通通放在云端上面就对了 那也就是不管说你的 你现在是用电脑 还是用手机 还是用平板 只要是 你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 一定要是同一个账号 那资料就可以完全同步了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做了一个试算表 一切好了 你只要放在Google云端 硬碟里面 你在电脑 在手机 在平板 都一样 可以把它开起来 除了可以把它开起来之外 也可以做编辑 那编辑之后呢 比如说你在手机编辑 电脑会马上同步 所以 这个构想还蛮好的 也就是说以后呢 它把那个你做的资料都放云端 那所有的其他的装置 都所谓的称为终端装置 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 反正你在任何电脑登录 那甚至 你这只手机 假设说换了另外一只手机 登录一样的账号 它一样会把这些东西 反正你只要登录过 上面看到的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哪一只手机 哪个装置都可以办得到 那它有个构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那个问卷结果 你们的问卷结果 也在云端硬碟 那里面 其实我主要是用它有个功能 叫做表单 这个表单其实也非常的好用 有没有 新增 Google 新增更多嘛 这边不是有表单 对不对 那实际上 如果你要做一个 让人家填写的问卷 大概不 差三分钟 像你们这个问卷 我大概花三分钟就把它做完了 那里面的话呢 我这边是用旧版的 所以它左下角有个旧版的 那里面的话 不外物就是什么 把这个问卷的题目打上去 然后说明打上去 把问题加上去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把最后的结果 这个是本来的空 对不对 做完了 有没有 我把这个问题 然后我这个 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 然后把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那问题里面 主要就是用的 大概就是只有1 文字 如果单行的 多行的就是你打多一点的字 单选跟和选 其实我只要 只有用到几个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其他都没有用到 三个 就可以完成这个问卷了 那你们做完的问卷 我只要把它 这边有个回复 对不对 那我只要看 如果我想要看各位的 那个结果的话 我可以查看回应 那查看回应 他就会帮我 帮你们 帮我把那个 你们的这个作答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云端 试算表里面 就Google试算表里面 不过这个 这个名字可能要 这个 没有个知法的关系 所以 所以可能先隐藏起来 OK 好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各位填写的 通通在这个地方 好 那另外就是说 不过 当然我们最想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取得 使用者端的大数据 我觉得啦 以现阶段来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表单 然后配合一个什么 QR Code 也就是我刚刚不是给你们一个 类似像一个 这个QR Code 好 你这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呢 也许你将来呢 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印出来也可以啦 贴在墙壁上嘛 或者是说你要跟民众 互动的时候嘛 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个QR Code 甚至你名片上面一个QR Code嘛 你要他跟你联络啊 有的人现在不习惯打电话 那你可以什么 用个QR Code 给他一个什么 类似像问卷 让他填一些 他的需求单 丢进去 就会到你的试算表了 OK 所以这样的流程 我觉得会蛮顺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到底填了什么东西 那再来他也可以 跟那个Excel做连接 因为呢 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也可以有一个档案嘛 也可以下载 下载成什么Excel档 因为这个档现在在云端嘛 在那个Google的伺服器里面 那你要把它抓回来 就直接把它下载成Excel 也可以做后续处理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太困难的 或者直接在云端上处理也可以 另外他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说 他可以直接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图表做出来 在表单里面有一个叫 显示 回应 内容摘要 这个功能呢 就非常的棒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 基本上 我不知道你们的电脑程度 落在哪里 那当然最重要是 要知道你们的程度来上课嘛 不然如果我都以高阶的同学来上课的话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全部昏倒了 老师讲这个 我根本不会啊 你 好好就 所以主要可以看到 入门还是为主的 大概五成四左右 五成五 四五成五 那进阶 那没有高阶的 所以大概就是落在这两个阶段 那如果你选是这个的话 你可能要多一点练习 或者课后我也把它录下来 你可以回头再把 有些动作你不熟的部分 再 反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然后如果你是进阶的话 那当然 你可以在 也许我有些地方没有讲到 你可以自己再动手做做看 那另外的话 上课一 希望哪部分为主呢 最多的 第一名是 影音娱乐 OK 那这个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OK 因为这门课 感觉是工 所以当然工作 还是需要调剂一下 也需要一些调剂 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 该怎么做 基本上我会主要介绍 两个我常用到的 那个APP 这两个 也我试了很多 那其中这两个应该还蛮稳定的 在我手机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一个是播放软体 就很简单 那怎么去使用它 等一下我会做个介绍 还有怎么样从那个 YouTube上面去下载一些 你喜欢的 包含是音乐 MP3也可以 YouTube上面其实你下载 你可以不要声音 你也可以下载成 MP3 然后你也可以下载成 影片 那影片也有高画质 低画质 它可以让你选择的 那你就可以 不需要随时还要连上网路 也可以看很流畅的影片了 OK 那这个因为我是常常在做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棒的 甚至不只是我手机啦 那车上有时候 像我开车的 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都很容易塞车 一塞车呢 就停在那边很久不动啊 那又无聊啊 如果说呢 你没有一些 让你分 也不能分散 分散太多注意力啦 就是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 你可以放松心情 就比较可以避免掉 你跟别人发生冲突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那个路上会有冲突 就是你太专心的 你都把路上的每一个驾驶者 好像很 他怎么样 你就好像要跟他做对 然后开始就会转六脚尖 然后就可能会发生冲突了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那种 你就 好了不理你了 OK 你要 我不是跟你竞速 我也不要跟你玩命 OK 你要快你就快 没关系 当下 其实很多事情就没事了 对啊 你会发现 我常常在路上遇到很多神什么什么 OK 那你就算了 那你可以转移一下 那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就我车上有放一个小平板 好 那也可以touch啦 不过那个 在前提是安全的前提底下 好 第一名是这个影音的部分 第二名的话是哪一个呢 看长度 这个应该是第二个 加速 清除 所以像刚刚同学就马上有问到 就是说 他会经常跳出那个 到底哪边 记忆体好像不足的问题 那怎么办 等一下会 把这个地方稍微再说明一下 第三个呢 看长度是常用的 第四个是Google的官方的 所以大概也是我预期内的 第四个是一些 安装跟设定 其他大概就比较少 遥控的好像大家 就没有那么 可能这个难度也比较高一些些啦 当然如果你会的话 对于你的 如果你可以离开办公室这件事 我觉得是应该有注意 其他就比较少一些些 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你的装置以哪部分为主 看得出来 大部分同学还是以Google手机为主 但是少部分同学还是有一些iPad或iPhone 如果你是iPad或iPhone的话 也是类似啦 Google的App在那个 那个Apple的那个Play Store里面呢 也有 也有这东西 那你就是自己去把安装起来也OK 你可以再搜寻一下 看看里面 那不过可能这个就比较 我不确定有没有 Tumat 因为在那个我们Google手机里面有这个啦 不过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看有没有foriOS的版本 就是for那个就是那个Apple的版本 如果有你也可以把它装起来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看得出来大部分都跟业务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那这门课本来是规划是 帮助各位在工作上面 可以可以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冲突啦 因为你得到提升的话 你效率也自然就会更好 OK 好 那还有兴趣大概27潮流 所以最多还是以自己想多学一点微 那再来的话 有没有Google账号 或者是YouTube账号 其实Google账号就是YouTube账号啦 因为他这个你如果有Google账号 你就可以开通那个YouTube 也可以把你的影片传上去 不过这个是要开通的 有了 如果你没有开通 他还是不给你 如果有了 你开通了 那你两个都有了 OK 所以这个也还蛮重要 因为比如说你将来 你希望把一些影片分享给其他人的话 YouTube应该是目前最好的选项了 应该没有比他更好的选项了 所以这个可能 如果你要再把你的这个工具用得更好 这个可能必要 那如果没有那至少你应该有 因为你手机拿来刚开始一定会登录一个Google账号 如果你没有Google 登录Google账号的话 你这只手机基本上是 等于是残废的 等于是功能不完整啦 因为他等于是你 就没办法去下载任何的APP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Google账号 那要怎么样去申请Google账号 其实很简单 你到Google首页 或者到Gmail啦 一般是会从那个 TripleW一般是从Google Google里面 那当然你可以从Google里面的Gmail啦 等于是从 Gmail账号就是Google账号 你也可以从 那他可能要你输入一些东西吧 你输入完毕之后 那你就会有Google账号了 那这个账号呢 就可以拿来 至少你使用手机应该没有问题了 OK 另外当然你如果除了一个Google账号 你像我不止一个啦 我可能十个以上的Google账号 那可以不同的手机登录 登录不同的Google账号 有不同的目的 不一样的账号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你不要只有一个 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可能会有危险性啦 OK 比如说你工作一个 个人一个啦 你不要把工作的东西 跟那个个人的东西 混在一起 那到时候会有问题的 会被人家讲话的 到底你用这个东西 是用在公务上面还是用私人上面 会有会有争议的 所以你也许如果只有一个 那你可以多申请一个 可以把它区隔开来 不同的目的性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应该就 这个OK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 知道的话 大部分同学都应该都知道啦 所以大概七成八的同学 我想安装这个APP 应该没有什么 所以还有另外两层 这可能就 没关系你们就尽量做啦 如果有问题再提出来 那其他的话 可能再更高阶的 像知不知道什么叫做ROOTS 或者是JB 好像就没有人知道 其实这个很简单 ROOTS简单讲起来 就是手机的管理员 管理员 什么叫管理员 你登录进来 你是使用者 那如果你不是管理员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你要去把你的电脑 把你的手机调得更快 那你有的时候会需要怎么样 把一些像中华电信的 有一些内建的APP 你要把它移除掉的话 你会发现你移除不掉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ROOTS 你不是管理员 那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了 那JB是指的是越狱啦 就是那个Apple的系统 如果你没有去把它越狱的话 你很多外部的那个App 也不能安装 那当然这个有危险性的啦 我们就点到为止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如果以后你觉得 你还希望让你的手机 可以突然 本来很慢的突然变很快 那你就需要去了解一些些 像我有一些比较旧的装置 我就会把它ROOTS 为什么 因为它很慢 那记忆体后很小 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ROOTS之后 把不要的系统的内部的那些APP 把它移掉 让它不会拖慢我的速度 所以即便是很旧的手机呢 我也可以让它变得很快 但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因为要花时间 那所以以后 如果像我同学会问我推荐哪一支 我就跟你讲说 你就买那个最强的那一支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强了 你就不需要去ROOTS了 因为你记忆体也够大了 你也不用 然后你那个ROOTS的空间 你的出售空间也够大了 然后你跑得也非常快 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也不用是什么清楚了 反正你就一直用了 它也用不满了 OK 不过当然钱 它的可能缺点就是说 要多花一点钱 OK 好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已经很快的把这个给讲完了 这个我讲过了 其实它是利用Google里面的云端硬碟 里面的什么表单功能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了解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呢 你们作答 我是把它做成那个 你们的 像你们的那个 查看及时表单 像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就那个QR Code 因为现在的人 你说叫他打上面的网址 你看像我刚刚下去一看 有用手机打的 几乎也没打对 大部分也都打错 所以如果你会懂得用那个QR Code 去扫描 直接连结的话 那会是更容易 而且不容易打错 但是你要怎么去产生一个 比如说你今天已经做好了一个表单 但是你需要产生 第一个是比较短的网址 比较让人家好输入 第二个可能需要一个QR Code 那要怎么做 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边我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表单做完了 然后你这边有个叫查看 即时表单 他会弹出来 这个就是你将来要给别人填写的一个网址 但是你不可能说把这个网址写在一个地方 或者是贴在那个一个公报 公告栏上面跟他讲说 如果要填写什么什么问卷 请输入这个网址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有人会填写 再厉害的人也填不了 为什么 这个怎么填啊 所以呢 你需要把它缩短 那你怎么缩短 一 把网址复制起来 二 记得一个 这个很简单的网址 就是那个go.g了 就这个网址 Enter一下 不过呢 记得哦 你要进到这个网址呢 要能够贴上那个缩短网址的功能 记得一定要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如果你没有登录google账号 你也不能做这件事 因为我有登录了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做了 那我只要把刚刚的网址给贴上 他这边有个叫shooten UI shooten就是缩短的意思 你按一下他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帮你产生一个短一点的网址 然后呢 如果你要QR 不过有的时候缩短 像这个有英文跟 英文有大写跟小写夹杂 有的时候没有很理想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再shooten 那再看一下这个O不OK 像这个有0跟O 有时候不好辨识 我不太喜欢 我会再按shooten 也就是你可以一直shooten 像这个还OK了 前面小写 后面一个大写 这个还蛮好记的 那 这样子这个 你就拿 其他的话 比如说其他两个不OK的 你可以把它打勾 底下有一个hide 就是把它删掉 OK 这样就好了嘛 对 所以我的习惯是 多按个几下 找到一个比较好打 好 这个好记的一个网址 那 产生之后的话呢 它会产生在第一个 旁边有一个叫details 短网址有的对不对 就这一个 它的原来的网址 短的网址 details 你可以点击它 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另存影像为 它就是一个图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复制影像 然后再贴到word 或者贴到powerpoint 再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powerpoint里面就有这个 你可以放大 缩小 都没关系 再列印出来 贴在明显处 就会有人去扫描了 而且我想现在扫QR Code 应该已经变成 一个基本的啦 因为你只要自信手机 扫一下就好了 它就可以连接进去 填一填 所以有时候做生意 最重要是要留下 你的顾客的相关资料 那不要让它填太多 填一点点 你需要知道的讯息就好了 你可以啊 你少了之后 我可以给你折扣 即便打个 不要打一折啦 打个大概0.5折 他就已经很开心 好好 我就帮你做一下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你的客人的族群在哪里了 你如果不知道 你的客人族群 市场在哪里 你要做生意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一些市场的资讯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实讲起来 也是属于大数据的一环 OK好 那我们有这个QR Code之后的话 就可以利用它来扫描 所以如果说你手机里面 没有那个扫QR Code的那个软体的话 我还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去装一个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扫描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额外跟各位说明 那除了说 这个功能之外 其实像我在很多课程里面呢 也都会挂一些那个QR Code 那我可以利用这个QR Code做什么 比如说我要统计一下 学生上课到底有没有很认真在云端复习 那我可以怎么样 点击之后呢 我就知道说他们的一个使用我这个连结的 一个算是点击次数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最高峰的 有没有 四十几次对不对 隔天的话呢 只剩下三次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 同学上课的时候才会 才会点击 回去之后呢 大概就只剩下 三个同学会点击的 所以我也可以透过这个 知道夜讯息 还有其他的也有啦 像这个GO 它的功能在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 还比如说我想要知道某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某个网页的点击次数好了 比如像这个比较多 那我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 它的点击次数在礼拜几会比较多 然后使用什么浏览器 然后从哪边来 这是转换的 还有哪个国家 还有用什么样的平台 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这澳洲嘛 点击次数也会显示出来 日本也有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GOO.G楼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还蛮好用的 提供给各位参考 OK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同学们的那个 大概的一个学习 大概我们就是主要以 呃 这个这个这几项 我们刚刚填的这几项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先稍作休息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后面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也就是如果刚刚你是 没有Google账号的同学看可能要趁下课时间 先升级一个吧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你手机里面 没有那个QR Code的扫描器 那你试着看看 看看有没有先装一个QR Code的扫描器 因为我想这个应该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你手机里面如果没有QR Code的扫描器的话 那在在那个有很多时候你要应用 恐怕就会有点问题 哦 对吧 好 好 好